抢工年底旺季商机 宏达店纽约新品发表会正式登场 那么第一款自拍神器手机 Desire Eye还有行动相机 Recamera亮相了 王雪红亲自站台 他看好了行动装置产业 对于明年的业绩也非常乐观 一位为模特儿上台 用时尚走秀来开场 从年轻一族到小家庭代表 用情境秀出新产品 宏达店纽约新品发表 大走另类时尚风 而新品也很不一样 全世界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器材 可以真正的展示你的生活 任何时任何时任何时 而且我一直在讲的就是 行动装置是刚刚才开始 行动装置体系 真的是找到一个婴儿期而已 看好行动装置 宏达店不但发表第一款 大眼睛自拍手机 还加上这一台像小水管的 行动摄影相机 有了新品加持 对于未来很乐观 至于行销策略 王雪红也强调 这一次会不一样 但对于传出宏达店将重回代工 执行长周永明则是提出澄清 这个有点误会 是说我们要去跟一些 去供应一些ODM的厂商来帮我们做 不是说我们要去做ODM 外传大陆TCL早上门合作 宏达店也不预设立场 持续充斥营运 期望年底立抗三星苹果 较出好成绩 东东才安新闻权李杨丽 在美国纽约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